水车一到社区居民立即提着水桶来装水 基隆水情吃紧 在基隆市长刘昌要求下 载水公司调派多辆水车 将水直接送到缺水的高地社区 不过水来了如何提回家 对社区居民来说又是一项挑战 尤其是连长民众提水提得非常辛苦 更不用说居家隔离民众连出门都不行 现在我们信义区所有的居民 就是现在就是为水而苦恼 那现在有一些长辈是住在比较高的楼层 那家中没有电梯 然后还有长辈就是有中风的 然后也是就是同样的年龄 可能七八十岁的老伴在照顾 他也没有能力提水 还有居家隔离的那个住户 他也没办法下来提水 因此民进党基隆市议员 郑文婷、陈怡与张志豪 共同召开记者会 呼吁基隆市政府鼓励青壮志工或学生 前往这几处社区 协助年长民众提水回家 尤其如果雨在不下 恐怕会进入分区限水措施 议员们也呼吁其他行政区 应该未雨绸缪出水备用 如果说这个志工的部分有困难的话 是不是能够也跟教育处这边来协调一下 我们的高中生、大学生 能不能号召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来协助邻里做这一项的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工作 也可以算到他们社会服务的成绩 随着我们的这个停水的问题继续持续 其实我们也要特别的先 先预先去做未雨绸缪 大家先注意好平日的用水跟储水 那确保说到时候不会 真的停水停到了 连安乐区也出现间歇性停水的状况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郑文庭表示 他已经与地监署关户人取得联系 希望能够协调 一幅社会劳动服务的民众 到社区帮忙连张者提水回家 共体时间节约用水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